你是苏婉晴对吧 你是 我是江小玉的老婆 我叫赵佐佐 赵佐佐 你好你好 我是苏婉晴 我今天刚好在陪一位 很重要的客人 要不咱们改天再约 长老短说 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佐佐 我今天真的是不方便 我也真的很想迫切地解决问题 夏苏 夏苏 你有朋友 我自己先回酒店 我送您教授 我就一句话 你能离小玉远点吗 佐佐 教授 我真的希望你能慎重地 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教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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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怪你 你把人叫了干嘛 怪我 你说的什么事都要第一时间 给组织汇报对不对 完事在台上还跟我这个 那我以为 你就让我给佐佐打电话 这是猪一样的队友 我说那是听 听明白吗 不是 你没说明白 这能一样吗 我在台上唱歌的 我怎么说明白 不行 我去帮佐佐 行了 行了 别再去添乱了 教授 小苏 解释一下吧 你合伙人的太太 为什么对你充满敌意 教授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想可能就是有一点 微不足道的小误会 创业公司两大忌讳 一是股权分配不合理 二是高层矛盾 现在尚未开展工作 你和湘太太已经剑拔弩张 这对公司不利 教授 这肯定不会影响 我们公司的业务 我跟您保证 我不需要保证 假如公司出现任何逃色事件 我将考虑退出 教授 走吧 咱们找个地儿好好说说 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我问你 你是不是辞职了 你去和苏婉晴开公司了对吧 对啊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几天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我是你老婆 你换工作 我都没有权利知道吗 我觉得工作上的事 没必要向你一一报备 你的工作 我也不会过问太多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好吗 那你现在是说 我小心眼是吗 我没这么说 那你什么意思 佐佐 咱能不能别闹了 你把你跟苏婉晴的事情 解释清楚 我就不闹了呀 我解释什么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那好 你答应我 你从明天开始 跟他没有任何联系了 我就不闹了可以吗 咱们能不能别把工作 对我和感情混为一谈 是现在你们俩要混为一谈了 我现在是